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主耶稣的名保证我们都能够跨过这一年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 神的庆典 我们来欢庆神的庆典 12月31号 好 感谢主 哇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 已经12月了耶 什么想法啦 我们12月份啊 我们的正道题目 就是都关于圣诞节的 那我们的系列就是 刚刚有报告了 有圣诞的寻求者 圣诞的惊喜 圣诞的奇迹 这三个礼拜 都是要向世人 来传扬耶稣基督 所以都是布道的 聚会 所以我们邀请朋友来 邀请朋友来 那今天呢我们 会针对这个题目 就是圣诞的寻求者 寻求者 好 那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诞生 带来人类的一个盼望 许多在这个圣经里面的 这个那个 世代里面 有许多能成为神的器皿 被他们来使用 来预备主的道路 那今天呢 我们也要来看 这个圣诞的寻求者 在当时代 是有哪一些人 我记得啊 我在这个 你们听过追星主吗 听过追星主吗 追 追 追寻明星的一群人 那我曾经在这个 这个 机场的地方啊 就看到一堆的年轻人 三百多个四百五 我不晓得一堆了 那么 就有一些人拿着花 哇 很多人拿着花 有很多人拿着玩偶 布偶 要献给这个明星啊 那有一些人就拿着 欢迎的牌子 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在这样的机场 一堆人啊 那有人就说 来了来了 那很多人就跟着 跑到那边去 有人说在这里 我就很多人跑去那边 有人说在那里 就有很多人 跑到那边去啊 这就是追星主啦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参加过 追星主的行列呢 有 足球 要追求 追求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 我们生命中的明星 阿们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明星 阿们 他的诞生 对每一个人 都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我们要怎么样来拥戴他为王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态度来迎接他呢 阿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 我们在圣经上也有一群追星主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三个博士 这三个博士 他们是追星主来的 那我们知道 他们被上帝的使用 他们知道 彌赛亚 耶稣基督将要诞生 所以他们呢 顺服神的 托付的使命 那他们成就了他们心中 所要来敬拜 在朝拜 的一个可目 所以我们感谢神 这是在圣经里面 旧约里面的预言 但是透过新约 这些人愿意被上帝 来使用成为 那个器皿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认识 好让我们能够来认识 这个主耶稣 让我们也更认识 我们上帝是信实的神 阿们 神是信实的神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学习 你的生命 若是肯付代价 来寻求敬拜他 你就能得到生命的满足 阿们 我们一起说 生命的满足 阿们 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透过 神的话语来学习 我们要坚持 要口梦来寻求他 也要专心和仰望 敬拜他 感谢神 赞美主 我们知道新约旧约是连贯的 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 最多引诱旧约了 那马太福音 他常常预言 耶稣基督的预言 是应验的 应验在新约了 所以他强调马太福音 马太呢 他强调耶稣 君王的一个身份 阿们 他强调耶稣来 他是一位君王 是犹太人来期待 已久的这位 弥赛亚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 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 那边 我们首先来看 一到六节 你若是看得见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当犀利王的时候 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横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那犀利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全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招了 这个祭司长和文士 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横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太地的伯利横啊 你在犹大的诸层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的名 感谢主 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 我们要学习 这个博士的坚持 渴慕 我寻求他 感谢神 我们在经文里面 看到有四组人 第一个就是 这个王嘛 犀利王 这个王叫什么 犀利王 Amen 我们一起说犀利王 可能你不认识他 但是在圣经里面的 还有几个博士 还有呢 基督长文士 还有全城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首先呢 这个博士啊 是从东方啊 然后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首都 来朝拜他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博士 博士是什么呢 这几个博士在圣经上 没有写他的多少的 那个多少个人 但我们通常在诗歌里面说 三个博士 我们小时候 在Sandy School 都三个博士 老师都叫做三个博士 唱歌也是三个博士 但是圣经上 没有特别的记载 可能 人家猜测 可能他们是拿着 三样不同的礼物 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 在圣经里面 所说的这些博士 就跟我们现在的博士 不一样啦 不是读书啊 读到博士 他们是一群啊 这个 当时候研究 心向的 心向的 这个 他们也是智慧之士 也是wisemen 有智慧的人 有人说他们是 也会有法术的人 那他们从东方来 是哪里呢 是从波斯 一般说 他们是说 从波斯 阿拉伯 和巴比伦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说 那生下来 他来到了 耶路撒冷 他就问了 那生下来的 做犹太人的王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我们看到 博士是从东方 他是千里迢迢的 不是坐飞机 当时候没有飞机 可能他们骑着骆驼 骑着马 这样来到 这个耶路撒冷 他们来到 耶路撒冷 他们来看这个 这个犹太人的王 的这个 这颗心 所以他们不是为了好奇 他们不是为了名 为了利 他们就是特别来 朝拜他 圣经告诉我们说 特来拜他 也就是他们被神启示 有一颗心 是那将来要诞生的王 那他们也多少 也认识到 这个犹太的历史 有这样的一个 神的预言 有一个 明赛亚君王 要诞生 所以他们知道了 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 他们要来寻 这个颗心 但是特来拜他 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特别的 这样的千里迢迢来到 这个耶路撒冷 就是特别来拜 这位王 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特来拜他呢 我们是不是也特别来拜 我们这位王呢 阿们 阿们 你今天特别来拜 敬拜主耶稣的 你说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们呢 看到说 这个基石长 这个 这个基石 这个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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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犹太王是谁呢 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罗马的 罗马管犹太的一个君王 那他呢 他就问 他听到了 他就问 那基督应当 生在何处呢 那基石长 这个基石长 就是敬拜神的 这个文士 就是抄写圣经 教导神的话语的 他们就知道 是旧约里面 所说的这位 所以 在圣经里面说 那犹太 犹大地的伯利痕 在诸城中 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 这一批人 都知道 这颗星 这个博士特来要找 这颗星 也就是他们知道 不管他们愿意接受 或者不愿意接受 他们都知道 所说的那生下来的 犹太人王 就是主的基督 治的基督来说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博士 这些博士 这些星象学家 来到了耶利撒冷 他们听 他们要寻找这颗星 有大人的王 所以全城的人 就开始骚动 你知道骚动吗 哇 一传十 十传百 他们在讲 这位王 每一个人都在讲 这位王 这个星到底是什么 所以 骚动起来就不安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从这样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知道 耶稣基督 不管认识的 不管有没有接受的 他就是全地的王 阿们 我们一起说全地的王 他是全地的王 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只是有的人拒绝他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路加福音那边也说了 那在草场上的一群牧羊人 他们呢 那天使就告诉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 我们一起说大喜的信息 是官父万民的 官父万民 是万民啊 每一个人啊 中国人啊 美国人 泰国人啊 谁啊 每一个人都是 这是每一个全地的主啊 感谢主 哈雷路亚 我们刚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万区要跪拜 万口要颂养啊 感谢神 祂是全地的主 当受我们来敬拜 阿们 阿们 哈雷路亚 所以我们知道 博士他坚持口默 来寻求他 因为这不是偶然的 所以博士来到 他看到这个心 他看到这个心 这是特别的一颗心 他 这个心心在他们前面 引导他们 可见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心 你有没有看到 他心心这样跑的 那是流星啊 那是会 那个什么流星啊 这样 噓了 过去 没有了 那他不是 他是一颗心 他是在那边 他不是普通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一种超自然的 超自然的一个 特异的一个现象 那很奇妙 这个 心相学家 平常没有看到这个心 那个时代 那个季节里面 看到这个心 就引起他们的 这个反应 而且呢 又得到这个启示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心非比前场 那就是 我们要追的那颗心 那是谁 耶稣基督 阿们 在启示录那边说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诚心 阿们 他是我们明亮的诚心 我们一起说 明亮的诚心 是 照亮我们的生命 照亮我们黑暗道路的 一颗明星 哈雷路亚 我们一生要来 可慕 寻求他 阿们 哈雷路亚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 这全城的人都不安 犀利亡不安 为什么 他的王位不保了 因为他不是犹太人的王 他是罗马的王 来管犹太人 所以他不安 他知道他王位不保了 他是一个残酷 因为他没有看到耶稣 他就杀害了 两岁以下的 婴孩 男婴 所以我们知道 他是极度的不安 他灵验杀错 也不要放过 你们听过这句话 灵验杀错 也不要放过 因为 他 王位不保 然后我们看到 祭司 文士 也不安 到底这颗心 到底是什么的心呢 他是我们所盼望的 这个弥赛亚的君王 这颗心吗 到最后他们说 不是 这个心 他的引导是在 到小孩子的地方 他不是在 王宫里面 所以他也不安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所以他也不能够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的 等候的弥赛亚 甚至他们杀害了 耶稣基督 拒绝了耶稣 我们圣经里面 也看到说 全城的人都不安 为什么 哇 这个是特别的 一个人 一个星星 一个的王要来 他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生活 我不晓得会 什么样的动荡不安 所以全城的圣经 告诉我们说 全城的人都不安 我们一起说 全城的人都不安 是的 但是 博士啊 他渴慕啊 他来寻求啊 牵你挑挑的啊 他是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他得到 上帝的启示 阿们 他是带着盼望来的 他没有惧怕 他来了 感谢神 今天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唱 平安夜里 真平安 会唱吗 会 要不要唱啊 来 要唱啊 来 开始 平安夜 真平安 小小耶稣 来 世上 OK OK 平安夜里 Yeah 他来到你的心中了吗 Amen 你要打开你的心 来接受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平安从哪里来 从神来 平安也是我们愿意 打开我们的心 接受耶稣 平安的王 成为你平安的主 马太福音 那边也说 马太福音 一章二十二节 那边说 必有同你 怀孕 生子 人要称他 为什么 什么 以马内力 我们一起说 以马内力 是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说 Amen 神与你同在 有没有平安 有平安 平安夜里 真平安 Amen Hallelujah 不只是平安夜 真平安 每一天都有平安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Amen Hallelujah 所以 他是全地的主 他是平安的王 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博士 来的目的 要告诉我们 他是全地的主 他是平安的王 所以 当我们心中 有耶稣 我们就有平安 我们要让生命 要让耶稣来掌权 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 你求耶稣 耶稣带领你 赐给你平安 在铁撒罗尼迦 二书 后书 三章十六节 这边说 愿赐平安的 主 随时什么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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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 我们一起读来 一起读这个经文 来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 随时 亲自 给你们平安 愿主 常与你们 众人 同在 Amen 有没有平安 当耶稣 复活的时候 他向门徒 说什么 愿你们平安 平安是应该归给谁 归给接受他的人 对吧 对不对 你有平安吗 有平安吗 有 肯定的说 有平安吗 有平安 所以我们让主来掌权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心中有不平安 因为世界不平安 因为环境不平安 因为Covid还没有完全过去 不平安 对不对 因为你还在戴口罩 所以不平安 我也戴口罩啦 我也是戴口罩 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 但是 就是平安 非常的重要 Amen 所以我们来看 在早期的 中国的基督徒 他们要千里跋涉的去 敬拜耶稣 他们受逼迫 他们受限制 所以我都听说 他们得到一本圣经 都是非常的珍贵 当他们拿到圣经的时候 都会痛哭流体 他们为了要去敬拜神 晚上要赶路 好几个小时赶路 去到隔天早上 去到一个聚会地点 去敬拜神 他们是肯付代价的一切 所以他们的生命 是非常的丰盛 和满足的 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们非常的平安 有冷气 我们可以往线上 也可以来实体 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放弃 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这位全地的主 阿们 阿们 哈雷路亚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畏惧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他 神就彼此给我们平安 与我们同在 再来我们看 我们要肯付代价 来寻求 来敬拜他 就能够得到生命的满足 因为我们要专心寻求仰望 敬拜他 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二章七节 这么说 当下西里 暗暗地招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一起读来第八节 就在他们 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 仔细寻访 这大小孩子 寻见了就来报信 我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 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了什么 宝石 宝盒 拿着黄金 乳香 莫要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里 就从别的路回去了 回他们的本地去了 我们看到 博士 他专心地来仰望 因为这个王叫他们来了 叫这三位这几个博士来了 仔细地查问一下 他说你们去 然后你们回来报信给我 我要去拜他 我们知道 这不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西里王真的也不安 他最后也是杀害耶稣的一个人 但是博士 他听了这个话 他还是走他前面的路 他还是仰望那颗星 所以这个星就引导他 当我们专心要寻求神的时候 可能撒旦也会磨 来交络我们 引诱我们 让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焦点 视线 而且听他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一个星 那个星 这个圣经里面 写得非常的动感 动感 就是很有动力 那颗星 忽然 忽然在他们 的什么 他们的前头行 就是那个星星 就在他们前头行 引导他们 直到那个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面停住了 哇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你们有没有去到印尼 去到马来西亚那种空旷的地方 有一颗星引导你啊 然后你跟着他走啊 走到那边 听住了 有没有 听住了 那可能在黑暗的地方 你都笑倒了 没有 我们没有那种经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个星啊 在他们前面啊 但是 博士啊 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那个星就引导他们 所以仰望 仰望 定静的仰望 那颗星 感谢神 我们知道 求神也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 彷徨 我们失去了方向 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 我们要仰望谁 我们要仰望谁 我们要仰望 那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明亮的诚信 阿们 他是我们明亮的诚信 他的引导会到我们 他所指示的地方 他引导我们 来成就 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阿们 你要让耶稣 成为你明亮的诚信 引导你吗 愿意的几手来 几手 阿们 哈雷路亚 他是明亮的诚信 那可见是 在黑暗当中 是特别的明亮 阿们 是你 生命 我们生命 每一个人 在 惶恐 在那个 没有方向的时候 他是明亮的诚信 感谢主 要福音 八章十二节那边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们一起看来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八章十二节那边说 说什么 我是 世界的光 我们一起读来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什么 生命的光 阿们 哈雷路亚 我们要有光 在里面 而且我们的光 要越来 越亮 感谢神 赞美主 这是非常奇妙的 他说 这个星啊 就移到他那边 然后就停住了 然后他进了房子 就看到 看到那什么 小孩子 这个星 跟小孩子 有没有特别的关系 有啊 是 我们所敬拜的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他是在 在马朝里面 他 甘愿 虚己 为人 他是 尊贵的王 阿们 哈雷路亚 所以我们敬拜他 我们把一生 完全交托给他 我们也要顺服和交托 我们要让神来引导我们 我们看到 在当时候的圣殿里面 有一个连长者 他是 他的名字叫西面 西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等候那安慰者的来到 安慰者 那个神的 所拆派 真正要安慰人的心 所以他说 他知道自己未死之前 他没有死之前 他知道 他会看到 神所立的 基督 他有这个信心 他还没有死之前 他会看到耶稣 所以当耶稣 小时候的时候 被抱 父母亲 抱到 圣殿来献祭的时候 那 西面就把孩子抱过来 祷告说什么呢 祷告说 我们看信文 好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 你的什么 救恩 就是你在 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阿们 这个人啊 这个敬全者啊 这个盼望者 那个安 要期盼 这个安慰者 耶稣基督 来到 他说 主啊 让我看到 我死了 也瞑目了 我死了 也可以了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一生当中 一定要信靠 耶稣基督 当我知道 某一个老人家 在医院 他要走的时候 我就会问 他信主了没有 如果是可以让我去 我是会第一个时间去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在他们被死之间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救主 阿们 那是上帝的祝福 对不对 最大的祝福 是不是 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感谢神 所以我们知道 有首诗歌 叫做 当仰望 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这里有歌词里面 写说什么呢 转眼仰望耶稣 定睛看他奇妙的荣 慈容 在救主的面前 荣耀光中 世界的上 是都要显得很平淡的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自保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 麦利英姊妹的亲戚 来到我们当中 最近我们也有 我们的组长 我们也去探访 麦利英姊妹 就是王思乃 所以王思乃呢 她非常爱主 她今年96岁 97岁了 她眼睛看不见了 没有张开 但她耳朵也有些的问题 她从头上坐起来 坐在那边的时候 她全身发痒 但是 她一起床的时候 就唱一首歌 唱什么歌 她说 耶稣爱我 万不错 因为圣经这样说 感谢主 她一开始就会 不管怎么样的情况 她都会唱 耶稣爱我 万不错 因为有圣经这样说 她这么爱主 求神帮助我们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看到这个博士 他带着礼物 带着三样礼物 是什么礼物 记得吗 黄金 乳香 莫要来献给耶税 圣经告诉我们是福福的敬拜 趴下来敬拜 就是完全地降福 来敬拜这位主耶税 因为他们终于 因为他们终于看见了 他们终于可以来敬拜他 终于可以来侍奉他 阿们 哈利路亚 如今 我们知道黄金的意思是什么 黄金呢 就是代表君王的尊贵 君王 君王啊 也是基督君王的尊贵 乳香 就是代表 这个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 新香之气 默药是一个苦的药 苦的药呢 就代表 耶稣他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他受死了 他是一个 为我们受死的 如今呢 我们也要到神的面前 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 阿们 我们也要把自己献上给神 我们也要把我们所有的礼物 所有的心啊 你的心都信给耶稣基督 就好像黄金 乳香 默药 我们生命也要像黄金 因为我们有君王 君尊的祭司的职份 阿们 阿们 你是君王耶 我们刚不是说嘛 那个前几个 的主题里面 我们是君王的职份 君尊的祭司 所以你是黄金 跟你旁边的弟兄 怎么说你是黄金 你不要误会 是黄金 你是乳香 有耶稣基督的新香之气 阿们 阿们 我常常在一群人当中 都闻到 那个香水的味道 从我这边飘过去 一种香味 我很熟悉 然后那另外一个人又走来 又有香味 又另外一个香味 是身上 都要擦香水 才有味道 要不然 是臭气冲天了 是吗 我们要有新香之气 阿们 哈利路亚 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 你有新香之气 虽然你没有擦香水 然后我们要为主 有受苦的心智 阿们 我们要受苦的心智 我们说 弟兄姊妹 你有受苦的心智 不敢说 你有受苦的心智 为主受苦 你传福音给人 不怕人家拒绝 不怕人家笑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看一个人 我们要看一个人 就是 有一个人 他叫做 祈祷海德 祈祷使徒海德 我看他的字传 非常地受感动 他是一个祈祷的人 他的同工 不敢进入他的祈祷房 因为有神的同在太大了 所以在房门 都会听到他的叹息 和那个声音的 主啊 哦主啊 哦主啊 我敬拜你 那种的叹息 你知道吗 你祷告 所以 有时候他们会听到 他在祷告一句话说 神啊 给我更多 世上的灵魂 不然 让我死 把自己全拿的献上 倾倒致死 Amen 愿神给我们 受苦的心智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 我们来回应神的话语 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 希伯来书12章1节那边说 有许多见证人在我们的 向云彩围绕我们 所以我们当放下重担 我们要有平安 我们要走前面的道路 不要一直忙碌自己的问题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他的 服侍他 神给我们的尊贵的位分 给我们有香气 给我们有能力受苦 哈利路亚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来敬拜他 这首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